不知道你现在在哪方面正在经历《消失的龙东》这首试过的内容呢? 祈祷这份礼物为你带来怎样的盼望?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经文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,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, 得要借着死,败坏那,长死权的,就是魔鬼, 并要释放那些,一生因怕死,而为奴博的人。 考虑到巴勒斯坦的气候,主耶稣出生的时候, 可能不是在凄凉的冬日里, 当时可能并非如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·罗塞斯所写的诗句一样, 他笔下地说,风霜畜畜,当中形容不可能是风雪不停。 这首著名的圣诞众歌《在消失的龙东》当中, 几句营绕以伴的诗句,自今仍然让人心有感触。 透过描述基督在最严酷的冬天降临, 罗塞蒂就描述了一个极需要盼望的残酷世界。 在他的诗句当中说,地冻似铁,水冻如石, 超越了字面的含义是直指人的心灵, 是一个因着痛苦和死亡而受伤变硬的心灵。 在我们最寒冷的冬天,耶稣基督降临,正如罗塞蒂所写, 几路伯日夜敬拜的那位。 那位甘于谦卑地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, 并且他进入我们的世界,参与我们的人性, 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怒卜的人。 他的到来是为了让我们永远摆脱死亡对我们心灵的核制, 让我们的心灵自有地,精力喜乐。 这一份无以言表,无以为报的礼物, 正如罗塞蒂所说, 贫穷似我,当献何物? 但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, 主啊,我所能献,仅我身心。 亲爱的主耶稣, 请你帮助我,将心交给你。 奉主命求,阿们。